一个人的肾好不好的看这个人的饮食习惯,总是吃得很重口的人肾的负担会比较重,如果本身就有肾病的,还吃很重口那真的会加重肾病。 请大家注意,肾不好特别是有肾病的人,一定要做到少吃盐,包括做菜加的盐,以及含盐两高的食物。 盐不能多吃的原因说在前面,是因为盐太多容易引起高纳血症,直接因为高血压,这对很多肾不好的人来说是危险的。 升高和肾动脉高压,以至于加重鸟蛋白,增加肾负担,加速肾缩节,这样鸟毒症真的离你不远了。 五种高盐的食物,最好不要多吃,第一,腌制油内,腊鱼,腊肉,卤肉,火腿,腌制肉。 在腌制的过程中,加入了很多盐,去调查一小根火腿的含盐量能达到两克,而人每日睡盐量最好不超过六克,有肾病的人最好吃三克左右,再有盐用于腌制的时候会转化成压消酸盐,这种是致癌物。 腌制不彻底的时候吃更加伤身体。 第二,泡面,泡面是典型的高盐,高脂肪,低微生素的食物。 我们在里面可建议大包条外盐,即使不加完吃了对身体也没好处,因为泡面无论是经过油炸还是烘干,它里面的人造脂肪反式脂肪酸含量高,吃了对心血管不好。 第三,卤蛋,皮蛋,咸鸭蛋,据数据。 一个咸鸭蛋的含盐量达到三到五克,吃一只就把全天的盐分都摄取完了,卤蛋与皮蛋的制作过程中,也会加很多盐。 建议一次性不要吃太多,想吃蛋的可以吃蒸蛋,煎蛋的。 第四,蜜蜜,干果蒲,吃这些零食很多人都觉是结的,其实里面除了糖分高,盐分也很高,一两个小小的果腐含盐量就高达四克了,吃多了对身真的不好,而且还会发胖。 第五,卦面,很多人喜欢吃卦面是因为它对面有弹性,口感好,其实达到这样的目的,是加了很多盐的缘故。 100克的卦面含盐量高达三克,建议主卦面,这时候就不要再放盐了,吃清淡点真的健康太多。 其实对于肾病,很多医生给出的几口食物不是很多,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吃太重口,而多盐就是造成重口最大的原因,为了正好最好就少吃点盐。 除此之外,懂吃一些补肾食物,对于调理肾病,远离尿毒症会更有用。 日常养肾食物,多吃以后剩多好一点。 桃和三克粉,包含食材,黑芝麻,黑豆,黑米,豌豆,荷包豆,紫薯,沙奥,芹石,核桃,枸杞,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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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,桃桃,桃桃各时克。 这是金饼药略中的补肾食物,这些食物都是常见的补肾家品,平时我们自己都会单独吃,但是能把它们收集起来一起食用,对于补肾能起很大的作用,一起了解下这些食材的功效。 补肾桃,有滋补肝肾,补肺痒养性,温肥乱肠功效,不仅是很好的一致食物,还有黑芝麻的作用,准妈妈经常食用,宝宝的头发也会长得很好。 二丸豆具有补肾健脾,除外止渴,补肾益气的作用。 三丧肾有助于改善肾虚,虚发早达,眼目昏花等问题。 四切食能够顾肾止血,健脾驱失,五枸杞不是逆经,养肝明目的功效显着,对于阴神阶,肝气不足,引起的下肢无力,头晕耳鸣,一经不遇,势力解退等诸多表现,有积极的调理效果。 六三种黑色食物黑豆,黑米,黑芝麻和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,能增强人体基础代谢功能,能预防贫血,破坏脑细胞,还可干渗虚弱所致的血液,四肢法力等定证。 试用陶和三黑粉,这些效果都是可以改善的,而且食用不用一一买材料自己打粉,因为目前陶和三黑粉最好的制作技术,是低温虹被加细胞破壁,一般人很难做到,所以直接食用已经做好的成品是比较好的选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